第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同修他是专门会就是很发心 一直默默的在红法上做设计的事情 前几天他用东方台菩萨像做图 当天晚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像成了透明状烧了起来 梦中给了他一个意念 如果用菩萨像做图思维一定要干净 另外一定要提前跟菩萨说否则功德有漏 请师父开示 是不是已经功德有漏了 漏了当然有漏 你不干净的人怎么可以做菩萨像啊 开什么玩笑 菩萨纯洁不拉 你一做莲花你都不能 举个简单的 你的手很脏 你拿件白春山 白春山就把你的脏的东西 你刚刚弄过自行车 弄过汽车的机油 洗不干净 你白春山你敢拿不拉 一拿你马上把白春山就弄脏了 听不懂啊 哦听懂了 嗯 那现在很多同学都在都在发行就是做这方面的弘法的工作 请问师父他们做徒的师兄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做徒的师兄还要做什么很简单了 就是还是要继续做 人要干净 要跟菩萨讲一下 跟菩萨怎么说呢 大致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请你慈悲我 某某某 我今天要给菩萨做话 为了更好的弘扬佛法度众生 请观世音菩萨原谅 如果我在会徒的时候 有不如理不如法的时候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就可以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 那师父另外还有一些同修 可能是做其他的 比如说写东西这种的 他们要注意什么呢 也是要这样跟菩萨求吗 自己不干净的人全部要讲 哦 好了 好的谢谢师父开始 谢谢 嗯